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我們怕蟲蟲會來 就幫你餐好不好 艷陽高昇野餐活動在台北週末 還是照樣舉行 小朋友身穿短褲短袖 但許多家長提心吊膽 拿起防蚊液猛噴 不只手和腳 脖子也不放過 不過這樣還不夠 防蚊貼片也要貼上身 防蚊貼片啊 這樣子 特別戴的就對了 對 就怕蚊子啊 怕蚊子咬 不會去南部 對 就盡量戴在都北部 覺得不應該比較安全 民眾文文色變 直說不敢往南部跑 但現在可能疫情擴大 學者專家憂心登革熱 疫情恐怕向北迅速擴大蔓延 因為有學者發現 登革熱原本是在台南熱區 以同心源的方式擴大 但接著基隆台北市爆發的 本土登革熱首例 還有新北市也有確診個案 通通都曾經到過台南 現在因為境外移入 南來北往疫情症 跳躍式擴散 的確是可能啦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目前各個 縣市的衛生局都有加緊針對 不管是任何境外 從東南亞回來的境外移入感染 還有任何就是從台南或高雄 移入的這個病例 蘇迪勒颱風後造成台南地區的 登革熱疫情大爆發 六號疾管署公布最新數字 全台病例已經超過五千五百例 最嚴重的台南地區也即將來到四千九百例 一天就暴增兩百九十九例 目前一共造成十例死亡 十四例等待查驗死因 不過面對疫情疾管署反而樂觀預估 警官署強調做好並沒聞防疫 還是首要課題 一旦失控才會成立指揮中心 接管地方進行防疫 不過病例數不斷暴增 就怕政府單位動作慢慢拍 成為防疫大漏洞 記者文凱成 李文科特報道